大敲大叫的企鵝媽媽 今天早上媽媽很生氣 生氣得我大敲大叫 嘩 把我嚇得全身都散光了 我的頭飛到外太空 和月亮星星一起 我的身體飛到大海裡 浮一下浮一下 好冷啊 我的翼掉在叢林裡 被藤蔓卡住了 我的嘴就降落在山頂上面 有沒有人啊 我的屁股就黏在大城市裡 只有我兩隻腳還在 但是他們一直跑 一直跑 我想要暈回我的身體 但是眼睛在外太空裡 我想叫救命 但是嘴在山頂上面 被老虎拿走了 我想飛走 但是對翼在叢林裡 被老虎拿走了 我兩隻腳走了很久很久很累了 當我走到薩哈拉沙漠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影子 原來媽媽把我散了的身體 都找回來 而且聯繫好 只是插這兩隻腳 媽媽說 對不起 好幾天 看念了 好幾天 然後 那今天 很久不見了 好幾天